在某种程度上 防空导弹与空对空导弹 确实存在异曲同工之处 简而言之 它们的核心目标都是击落飞机 唯一的区别在于发射平台 一个在天空翱翔 另一个则稳固于地面 据媒体报道 台湾陆军今日在屏东九棚基地 进行的年度导弹精准射击训练中 首次亮相并测试了 台湾自制的野战防空系统 陆舰2的射击演练 吸引了许多军事迷围观 就是为了要捕捉 这历史性的震撼一刻 陆军总共发射四枚实弹 全数命中十公里外把机 让现场军事迷看得直呼过瘾 根据陆军的报告披露 陆军已向中山科学研究院 乘租把机 并自今年起 规划每年实弹射击一次 陆舰2 以及三枚飞弹 一次追秒 共四个拖把 那么这款陆舰2 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它的实战效能究竟如何 接下来 我们深入剖析 这款台湾陆军最新的防空重机 从命名上便不难推测 陆舰2与装备于 金国号战斗机上的 台湾自研中程空对空导弹 天舰2之间定有渊源 这一联想并非空穴来风 实际上 陆舰2系统的防空导弹 正是天舰2 空对空导弹的地面化版本 提及天舰2 想必大家并不陌生 它曾参与美国M-ROM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的竞标 虽未中标 却被台湾引进 鉴于台军长期依赖美制AIM-7麻雀 空空导弹 新研发的天舰2 虽融入了摩托罗拉的制导技术 但在气动布局与外形设计上 仍借鉴了AIM-7麻雀的经典设计 这一点 从金国号FCK一战斗机的挂载方案中 也可见一般 原先FCK一的导弹 挂载设计是在基辅中线 及两侧纵列导轨上 各挂载一枚AIM-7麻雀 然而 随着技术的进步 半主动雷达制导的中距导弹 已显落 1994年汉光11号军演中 FCK一挂载天舰2 成功击落靶机的撞举 标志着这款主动雷达制导的 中距离空空导弹 已具备实战能力 其挂载方式 E与AIM-7相似 即在纵列挂架上 挂载两枚天舰2 简而言之 天舰2可视为一种升级版的 采用主动雷达制导的AIM-7麻雀 当然 尽管如此 天舰2的性能远超老旧的麻雀 当由FCK一发射时 其最大速度可达4马赫 最大射程达到100公里 与早期的AIM-120步相上下 是台军空中防御的一大利器 既然空军已经装备了 先进的主动雷达制导导弹 其他军种自然也希望 分享这份技术优势 在台湾的防空体系中 一直存在一个显著的短板 即陆军和海军 均缺乏有效的 中近距离野战防空能力 尽管陆军的爱国者系统 尚能勉强应对近距离防空需求 但海军的康定级舰艇 仍主要依赖目视所定 与红外制导方式 而由AIM-9巷尾蛇改造而来的 M-72C海小无数系统 其防空效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天界二导弹的空军试射成功后 陆军渴望将其着陆 海军则希望其下海 这一需求催生了天界二的 两个衍生型号 部属于军舰上的海界二 与陆地使用的陆界二 虽然将空空导弹 直接应用于三军的做法出看之下 似乎有些不切实际 但在国际军火交易与武器研发领域 这实则是一种务实且高效的策略 弹极空射导弹的下海与落地 美国海军的 以SSM先进海麻雀和海拉姆系统 是典型代表 而空空导弹转为地面防空 则不得不提著名的 NASM系统 即挪威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它利用美军的 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作为陆基野战防空的主力 这种转换固然便捷 但也伴随着挑战 毕竟 空空导弹设计之初 是为了空中发射 攻击目标时 无需过多爬升 从而节省了能量 相比之下 防空导弹若需同时 兼顾空中与陆地发射 以攻击固定高度的目标 陆地发射的导弹 则需额外消耗大量燃料 以克服地心引力实现爬升 这也是中远程防空导弹 普遍体积庞大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 战斗部在这些导弹的 总重量中仅占一小部分 大部分重量 都来自于驱动导弹 飞行的燃料 我们在此以AIM-120D为例 这款以先进中 距离空空导弹 著称的武器 其空对空最大射程 普遍被认为 在160至180公里之间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样远的射程下 它的长度却近为3、65米 即12英尺 反观陆基防空的佼佼者 爱国者POP-3导弹 在长达5、2米的体格下 其对空射程 却限制在了80公里以内 至于采用 AIM-120增程版本的 SMS系统 其导弹的有效射程 预计更是缩短到了 最多50公里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 从陆地发射空空导弹 会显著影响其射程 覆盖范围几乎减半 考虑到导弹的能量储备 以及对抗高机动性战斗机时的需求 实际上 从地面发射的空空导弹 其射程上限 往往只有空中发射时的三分之一左右 然而 陆地发射也并非全然劣势 空空导弹相较于防空导弹 通常具有更轻的重量 和更小的体积 这赋予了它们更优异的过载能力 尽管射程受限 但在近距离内 其打击效果依然致命 对于NASAMS这类系统而言 采用现役空空导弹作为弹药 不仅节省了开支 还避免了处理就是导弹的额外成本 特别是 当配备如N120这类末端 主动雷达制导导弹时 系统还能实现多目标交战 及一定程度的射后评估能力 总体而言 将主动雷达中 具空空导弹用于中进程防空 是可行的 且风险可控 陆界二防空导弹系统 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精心打造 作为野战防空的新锐力量 其有效射程约15公里 足以替代旧式的红外制导系统 对于性能接近小狐狸系统 采用天剑亿红外制导的 捷令防空飞弹系统 陆界二也展现出了完美的替代能力 尽管当前陆界二的编制 看似于爱国者等纯防空导弹系统相似 由雷达车 指挥车及导弹发射车等组成 但其起源却是一个综合性的中短程防空系统构想 原计划囊括相控阵雷达 陆界二飞弹及自制40毫米 速射炮等多样化武器 然而 实施过程中遭遇了多重挑战 防空导弹指挥权的归属争议 陆军预算紧张 需优先采购直升机等因素 导致系统发展偏离初衷 护德部长期依赖节令系统填补中 短程防空空空白 资金有限 用途多样 这是台湾军构长期面临的难题 直至MING-23英式防空导弹退役 台湾陆军才深刻意识到 自身防空体系的不足 特别是缺乏中短程雷达制导防空导弹的尴尬处境 因此 在2020年 台湾终于决定引进陆界二系统 然而 这一系列波折之后 原先设想中的完整中短程防空系统 最终仅保留了 相控阵雷达和陆界二发射系统 两大核心部分 尽管在争议与笑谈中诞生 陆界二系统的先进性 却是不容置疑的 作为世界上少数采用陆基相控阵 技术的中短程防空导弹系统 其核心在于 CSMPQ90封眼 相控阵雷达 这款由中山科学研究院 精心研发的短程雷达 全称点防御相控阵雷达系统 是台湾自主研发的 相控阵雷达首锈 正如其代号封研所寓意的 该雷达能像蜜蜂的复眼一般 敏锐捕捉来自多个方向 不同高度的目标 其最大探测距离可达60公里 能同时追踪64个目标 并指挥超过9组防空火力单元 进行拦截 性能直逼美制 NMPQ-64哨兵雷达 是近年来台湾自演武器中的佼佼者 因此 从天界二导弹的卓越性能 到MPQ-90的高次产率来看 陆界二防空导弹系统的作战效能 已接近NASAMS系统的89成 不仅雷达与导弹表现出色 陆界二的底盘设计同样降薪图运 全系采用MAN的TGM-18320 四乘以四月野卡车底盘 极大增强了系统的机动性 确保哪需要就去哪 哪都能打 在陆界二的发展规划中 研发人员正借鉴 NASAMS系统中使用的M-ROM-E2 即增程陆基板AIM-120的经验 力图弥补其15公里射程的局限 这一思路 已在海界二的项目中得到验证 通过加长弹体 并采用高效能燃料 成功将射程延长至30公里 且未对导弹的机动性 与可靠性造成负面影响 海军驼江舰 于2021年12月2日 成功试射的天界二PLUS 便是名正 有消息称 基于海界二的加长弹体理念 一种射程更远 能量储备更高的增强型陆界二 飞弹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中 该弹体将继续沿用天界二的射击 利用其最大速度6马赫 最大射程100公里的增强型配置 有望将陆界二的对空射程提升至30公里 与NASEMS2系统相媲美 进一步拓展台湾的空防能力 考虑到陆军在屏东九棚基地的 年度飞弹射击训练中 陆界二十弹四发四中 精准击落10公里外的靶机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面坚实的低空防御之盾 已在陆军上空悄然铸就 我们更期待装备了陆界二飞弹的 炮兵指挥部 能够继续创造辉煌战绩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进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